这是我之前在东北工作的时候 一个做了几十年东北菜的阿姨 教给我的锅包肉的做法 就因为这道菜 我一整个爱上了大东北 一整块里脊肉先斜着来一刀 再把里脊肉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大概那么厚就可以 切好了用刀背给它拍几下 肉切好给它煎一下 放点料酒 半勺盐 来一勺胡椒粉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到二十分钟 来泡个水淀粉 一定要用这种土豆淀粉 给它搅匀 让它自己沉淀一会儿 淀粉沉淀好了以后 把上面的水给它倒掉 一定要是这种状态 然后把它放到腌制好的肉里面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就是要这种干干的状态 来点油 再次抓拌均匀 起锅烧油 筷子放进去 握泡了增淋油温就可以 靠下路肉片 一片一片下 放下去的时候一定不要动它 一定要等完全进行了以后再移动 第一遍炸好了给它捞出来 增高油温再复砸三十秒 炸好了捞出来备用 然后把配菜切好备用 葱丝姜丝胡萝卜丝 香菜要把叶子去掉 不得意的可以补发 来调个料汁 大半勺白糖 我用的是草菜的小子 白醋大半勺 一小勺盐 生抽来一点点就可以 用勺子给它搅拌到白糖完全融化即可 炼起锅 然后来点油 倒入调好的料汁 用勺子不停地搅拌 等料汁冒搭泡了虾肉炸好的肉 再把切好的配菜放进去 然后给它翻炒 就用就可以出锅了 我的妈呀 再也不用粗句花五十八十那几块了 自己在家做一次吃个够 下筷子 下筷子